普里格金现在不是到白俄去了吗 白俄总统也证实了 那白俄总统会怎么对待普里格金 我们刚才都讲得很漂亮 我们要向瓦格纳学习等等 但有细节 白俄罗斯给了瓦格纳提供了一个废弃的 有围墙的跟其他设施的军营 瓦格纳你可以自行搭建帐篷 然后白俄方面会帮助瓦格纳停留一段时间 但是钱你要自己想办法 我是不会给你钱的 俄罗斯不是提供了白俄一些战术核武 都已经运到了吗 这些战术核武不会让瓦格纳来 怎样 不会让瓦格纳来看守 然后白俄也不会帮瓦格纳设置招募点 他的部队不会来看守 我刚刚讲的战术核武 卢卡申科要干嘛 那他这样留着瓦格纳干嘛 他们说就是留着瓦格纳来 帮他对付波兰跟立陶宛 所以卓老师你觉得呢 当然这个立陶宛已经第一个 出来抗议了嘛 对不对 波兰非常的担心 还跑去跟泽伦斯基见面 所以呢你看看 他当然了 瓦格纳留下 普里格金留下了这个记录之后 虽然现在借由卢卡申科 卢卡申科其实蛮八卦的 有没有 他讲了一大堆好多细节 什么脏话 讲的活灵活现 对他真的是很能说 那你看他给了这个待遇 你觉得呢 普里格金会效忠他吗 普里格金会帮他吗 你都不给我钱 对不对 那我 他是什么 人家是 人家就是靠这个为生的啊 你觉得呢 这笔交易能够成吗 我认为这笔交易能够成 原因是 普里格金未必缺钱啊 而且最重要 普里格金的这个筹码是 普里格金的未来是在于说 他有可能可以取代普京 因为他在俄罗斯其实是 非常受欢迎的 对 那这个这个里头其实 所以这是卢卡申科拉拢 他的原因啊 对 很重要 因为其实卢卡申科对普丁 是又爱又恨 因为之前他出了这个政治危机 是普丁帮他这个摆平的啊 但是普丁帮他摆平以后 俄罗斯军队可以随时到 白洛俄罗斯去 而且卢卡申科跟大家讲 他说普丁要杀他 是我跟普丁求情嘛 这作为很大的人情啊 对 所以他现在等于就是说 一方面他收容他 给普丁就是告诉普丁说 你看 你的这个政敌在我手上 所以你也不要随随便便 就把你的部队派进来对付我 另外一方面 他等于又是告诉普丁说 你看我也没有对他很好啊 我们两个互骂脏话啦 我也不给他钱啦 所以其实他有点在玩平衡术 因为其实他的地位 卢卡申科他本人的地位 其实是非常的不稳的 因为他虽然前一阵 他虽然是经过这个 他现在虽然可以说他在 白洛俄罗斯像是一个独裁者一样 可以一手遮天 但事实上因为前一次 他是靠普丁的力量 摆平了他的政敌 所以普丁随时部队可以开进来 因此普丁随时可以去解决他 所以他对于普丁的动向 他是非常的关注 也非常的担心 所以这次要怎么看他 他算是立了个大功 还是说他帮自己 搞了一座大山来做保障 他帮自己搞了一座大山来做保障 就是说只要普丁未来要威胁他 他随时可以把这个 这个普利格金给放回俄罗斯去 就可以去挑战普丁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因为你看他的这种安排 很像就是什么呢 一方面很像是难民 二方面就很像是那种什么呢 游击队 就是我等于是在这边供养了 一个俄罗斯 有可能去对付普丁的一个游击队在这里 而且这也可以撞到他自己 我说像你看立陶宛跟波兰 有没有 没有错 现在就很害怕 然后还有一点 因为其实还有不少的白俄罗斯人 在乌克兰 替乌克兰打仗 这些人都是反卢卡申克的 所以这些人万一将来打仗 这个乌克兰战争 这个烧缓之后 他们回到白俄罗斯 就变成他的一个挑战者 所以他现在有了普利格金 说你还可以来帮我 挡一挡这些人 所以他是一举三得 那你讲的这些 普丁会不知道吗 普丁当然知道 但是普丁现在 普丁会看辣丸报吗 今天之后他会每天看的 好那紧接着 我要让这个介大使来看一下 讲到这个俄乌战争 这位中国驻欧盟大使副冲 最近接受了这个 美国纽约时报的专访 在四月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讲说北京不承认 这个莫斯科 我们先看这边 这是半岛电视台专访 这个比较新 稍后再给大家补充 他说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 支持什么呢 支持收回1991年领土完整的目标 其中包括2014年 被俄罗斯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 那他说这个中方呢 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当然这个大家不意外啦 在大陆提出的文件当中 第一点就是主权跟领土的完整嘛 当中国和前苏联建交的时候 中方也是这么同意呀 所以我看不到任何理由反对呀 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可以呀 他支持乌克兰 收回全部的领土 虽然大陆提出的这个中国方案 是这样写没有错 但这个对普丁会不会太刺激了 会不会太刺激 尤其是普丁刚刚经过兵变 能够再经过这种刺激性的言论吗 但其实他一以贯之 4月份他接受美国纽约时报 专访的时候他也说 北京不承认莫斯科病吞 乌克兰疆域的行径 这包括占领克里米亚跟顿巴斯 中俄友谊没有止境的说法 只是一种修辞 有人故意扭曲 有没有 好像那个背靠背的关系 他要稍微缓一缓的概念 还说中国在战争中 并不站在俄罗斯的这一边 注意他是中国大陆 驻欧盟大使 懂了吗 他的位置 他的身份很重要 当然6月28号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尼有所回应 关于乌克兰危机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 非常明确的 我们认为各方应该透过 对话谈判 来创造条件 不过他的一连串访问当中 他也谈到他的意见之后 他也说 希望双方来谈判 但这个言论 在这个时候丢出好吗 当然他的论述 我们看到这个有弹书 这个有结论 他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 当然还是符合那个中国方案 但无论如何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的标题 都是这样 支持乌克兰收回全部的领土 就是说有一种种感觉 好像中国是不是已经站队了 那第一个想法跟普丁讲好了吗 普丁同意吗 还是说中方的立场有微妙的变化呢 我觉得第一个中方立场没有变化 我就先看今年2月24号 中国大陆公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第一点 12点他的立场 第一点就是说 尊重各国主权 然后公认的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宪章及原则 应该得到严格的遵守 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 尤其领土完整 在当时这个文件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稍微讨论 当时介大使也在 那时候对他想说 真的这样俄罗斯会同意吗 因为他都放在第一点 所以其实他的讲法 跟那个立场是一致的 对 写都写出来了 讲还应该是写比 白纸黑字比你口头的 更具权威性 跟他的那个等于固定性 这是一个很基本立场 对 所以我认为 傅冲这个讲法 基本上我觉得第一个 俄罗斯应该不会觉得很意外 我觉得很多关起门来的谈判里面 中国大陆一定会把这个立场 跟俄罗斯讲得很清楚 而且这个傅冲 他是驻欧盟的大使 他在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被动语态 他不是主动语态 采取主动语态的是记者 是半导电视台说 北京可以支持吗 对不对 那他说我没有看到 任何理由可以反对 对啊